投资长今天台股很厉害喔 油黑翻红勒 最后上涨了11点 你的股票也很厉害喔 像晶圆电子今天收盘价创历史新高了 有买的会员通通大赚钱 还有身家电子今天虽然开低 但是股价也是一路往月球上面拉 拉到了37块钱 股价也来到了18个月的新高 还有威盛呢今天也是油黑翻红 强拉尾盘收红K 那投资长想问一下 你的美债ETF啊 竟然赔了100万 怎么办 三天呢 我丢3000万 三天就赔100万 好像感觉比股票赔的还快 怎么会这样 现在是进场 好加码点吗 美债ETF适合什么样的人买进呢 你是不是应该像 Over my day的Body呢 更恐怖的是为什么哲哲一买 大家反而不去买另外一个元大美债ETF 反而是买我的国泰美债ETF 是不是含水会结冻 我要告诉你逻辑以及原因 最后为什么现在最强的是晶圆电子 连8颗呢 这些股票为什么会涨 答案就是00929 有没有印象呢 重点是台积链法说超级好的 到底有多少 明天台湾股市会涨 另外 所有的AI标股 老AI怎么做 新AI怎么做 伪创 广达 技嘉师没救 是不是该转换成另外一档股票 我今天节目看简讯就知道 该怎么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义惠 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今天是10月19号 台股上涨11点 收在16452点 美国财政部在18号标售了20年期的美国公债 结果刺激了美债殖利率再次走高 再加上中东情势升温 美国新开出的企业财报也不尽理想 美股四大指数大幅收低 其中道琼更是大跌了超过300点 台股方面今天则是有台积电担任撑盘要角 在11点半过后还有买盘敲进 加权指数是由黑翻红 中场上涨了11点 后市盘是怎么看呢 我们要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场场爆满》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一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独家的台积电法说 台积电法说 我给 Bravo 很好 Bravo很棒是不是 棒喔 不错 比我强中好一点 是 比我强中好一点 我本来预期不太好 比我强中好 因为营收 技增就像11% 哇 大部分人觉得大概技增有超过10%就很好了 等一下跟大家讲 算不错 明天台湾股市涨的几率 也蛮高 也是87% 不能再高了 至少开盘啦 会不会开低走 开高走低 OK 也还好啦 我再跟你讲 等下我再讲独家 所以今天 台积电法说是什么 一定要看我节目 好 因为哲哲是最认真的分析师 好来 你来看 好 今天台股的走势也很奇特 因为 早盘就是有翻黑了 然后又翻红了 其实很多人的心动七上八下 但是呢 我就很佩服投资长一点了 因为你拿了3000万元 来买美债的ETF 一买就套 就像我们今天的标题一样啊 你买的都还笑的 就是我 就是你知道 三天赔100万 对 然后你心情完全没影响 为什么影响 我觉得我搬到很多人啦 气死又开心啦 你们每个都买的比我 便宜啦 对 因为今天好像有员工价嘛 是不是 你们不上班再买ETF干什么 对啊 真的要 其实我们要很谢谢投资长 买的都比我便宜 买的都比你便宜 没关系我开心嘛 好不好 这个大家买一天不半惨的啦 所以还是能专心工作啦 你可以说啦 那这个部分呢 除了投资长的心情 让我非常非常折服之外 投资长的选股啊 其实也很厉害喔 像今天金元电 今天盘中涨了4% 收盘价 创下 历史新高 真的很厉害喔 我们有买进的会员 通通大赚钱 还有另外一档 压身家 这个身家电子 今天虽然开低 但是他的股价就这样一直拉拉拉拉拉拉拉木 从地球拉到月球上去了 这个已经拉了37块钱 一张就37000 他的这个也创下了18个月来的新高价 真的很厉害喔 还有另外一档威胜 今天太戏剧化了 他是盘中翻黑 但是 最后也是强拉尾盘 收了红K了 也很强大 我就说啊 不要太多人来证我 就没关系好不好 不要人来证我 我就会很强好不好 没关系你继续说来 好 如果我们今天还是要关注一下啦 就像投资长刚刚一开始讲到的是 今天的重点 大戏还是在台积电法说会嘛 那今天法说会 投资长刚刚有解读了一小部分 想问一下 接下来开完之后 投资长你怎么看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 对于台股的后市 会带来什么影响 台积电法说会 明天喔 我先跟大家讲重点啦 明天台湾股市会涨啦 好不好 因为现在富台值已经涨了0.4% 喔 已经涨0.4% 那涨0.4% 换到台股现在1.6000多点嘛 对不对 大概是64点 所以明天有机会先开高 然后如果我没看出的话 刚才 盘 这个ADR 盘前ADR涨1.71% 所以其实这代表是明天台湾股市是有机会的 最差就拉基盘 就只拉台积电 OK 这跟大家讲 所以资金有点回流了 最近回流到连电 那其实 营收基增11%很好 为什么 第一个 之前有人在讨论说营收会不会衰退 对 会不会第三次调降全联营收财车 看起来没有 看起来谷底过了 这重点 就是其实法人最在乎的时候是谷底会不会过 虽然毛利率下滑 可是谷底看起来过了 对 第三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是 资本支出没有 下滑 资本支出是一样 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投版新闻 说有调降 说要调降 结果没有 头版经文 结果现在没有 对 现在没有了 那没有了 所以这个等于是跌破大家眼睛 没有调降 所以他会有一个修正 修正预期的时候就会有买盘 所以台积电监法说算是非常好 算是非常好 他的好是建立在 大家觉得不好 所以比较就很好 你听懂吗 懂 他的好是建立在大家觉得不好 因为预期不好 然后变得好 这逻辑你要懂 所以今天轻松告诉你 营收基增11% 毛利率51.5 大概53.5 符合预期 符合预期 下滑可是符合预期 可是重点是营收增加 而且资本支出没减少 代表是对未来涨况是不错的 这才是重点 所以明天台湾股市涨的几率 87% 87% 87%上很高 为什么 请问你一件事 今天台湾股市是涨还跌 今天涨了 是涨可是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跟台湾股市有没有相关 有 日本股市跟台湾股市多少有相关 对不对 我请问你日本跟韩国股市涨还跌 跌的 跌1.83% 跌1.8是多少 1.87 1.87 真的你很霸气 同事啊 2%的话他说跌差不多快300点 如果是涨了台湾股市的话 那接近300点 是 接近300点 韩国股市如果涨了台股市跌300点 那台湾股市今天跌还是涨 涨的 今天涨的 为什么 为什么韩国股市跌的 台湾股市今天涨的 因为有一个男人 从未来告诉你这一切 因为有一个男人 就是全台湾最认证的男人 这个男人不只是经济日报 182% 这就是过去记录 我现在创造一个新的记录 买公债ETF赔最快 三天赔100万 三天赔100万 自己的钱赔100万 你看还笑得出来 还笑得出来 所以很多投资表 很厉害 你那个 贵人钱有时候你赔的时候你会心疼 当然我会心疼的 可是我笑的时候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股市你要先经济给我 有时候要经济给我赔 你才会打断 是 这是赔我自己钱 所以 我没怎么样 因为 我知道我会赚钱 我对我自己有自信的 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说我买回买回最低点 那是 别的节目老的投顾节目表演 你相信 去找他 你后来发现 泽泽 还是怎么样 最实在的 最老实的 诚信不是用嘴巴说我每天做给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股市 今天跌照理说台湾股市 如果我今天跟你讲我让你猜 韩国股市今天跌2% 你觉得台湾股市会涨多少 你 我事前跟你讲说 台湾股市赞样会涨个 几十点 一二十点 你会相信吗 如果韩国跌的话 不会 正常来讲 我说我愿意跟你赌 你愿意跟我赌吗 因为你不相信我是对的吗 对 所以今天韩国股市跌 台湾股市赞 为什么 请你看一下我昨天的预告 来看一下 来 昨天都讲 昨天都讲的 讲得清楚 来 来 来看一下 声音注意听一下 老婆 结算的 结算的明天会涨 明天涨的机率 再一次 不好意思 所以应该就结算是 我说因为结算是下跌 对 因为结算是下跌要不要难过 不用 不用 因为结算是上涨要不要开心 也不用 这是我独家名言 这就是 真的懂什么叫股市 我告诉你啦 我本来在股市中可以赚钱 起我站每天这样做 我再赚几百万几千万不是问题啦 我不是跟你臭美 我直接跟你讲 我每天可以预测吗 不是我是你预测的时候 然后告诉你基率多少 行情是有时候等待出来了 你看一下 3 2 1 就结算是 所以结算是明天会涨 明天涨的机率 如果今天是我的话 我起我尾盘 我就会进场 我有钱 你信不信明天涨的机率至少高达87% 哇 不能再高了 不能再高了 没有啦大概七八成有 八成算跌了 为什么 这个逻辑 三点的话我还没看 起我涨 三点还没看起我涨会跌 可是我直接告诉你会跌 而且今天台湾股市 起我最低到最高 开盘最低到最高 涨了100多点 一口十几万你就赚2万块了 哇塞 可是 我需要赚这个钱吗 我不需要 因为既然我赚到你们不一定赚到 可是我今天如果满美债ETF 我赔了3000万我赔了100万 你是不是有时间买 有啊 有啊你现在给我调开我 说你们现在员工现在买的是员工价格 啊我自己算原价 我投资产算原价 你们给我员工价 对啊 我怎么样吗 笑装带累我告诉你 没关系 Go on 持续 Over my Over my dead body 对 I don't care I dust card 有打卡 而且很多人都踏着投资长的血前进 因为最近我有发现喔 像是你买进的这个 00687b 国泰美在20年 这个ETF呢 它的规模大概是459亿 但是我们对照起那个最大的00679b 元大美在20年 它的规模有1109亿 其实它的规模差很多 差一倍 对啊 差一倍差很多 那正常来讲 成交量应该是元大比较高的 可是我买国泰 可是你买了之后 逆转 整个成交量大逆转 这三天下来喔 你买的00687b 它的 平均成交量 都超车00679b 而且每天平均多 1.8万张 真的太强大了 每天多1.8万张 对啊 有 1万 如果一张是一个粉丝 每天有1万多个粉丝 一直相信我 我觉得大家应该偷偷看点节目 偷偷在买 我就说很多业内看我啊 他们是有讨厌我 又喜欢我 我是一条男子 我就是男子汉 我直球对角又直球对角 我没给你胡扯的啦 赔钱啊 你有看过人家 在秀赔钱的吗 他们秀赔钱的时候 所有从以前到现在你看到所有的财新YouTube 那都是假的对赞当 我敢假的就讲假的 他有本事像我一样直接秀出什么 贵买中心吗 或软体 买单天直接秀 不然都是假的 你叫他秀 你以后敢给你秀对赞当 你叫他直接现场秀 然后秀 秀啊秀喔 账号给你喔 我还可以账号 9A9J 509 5239 你去问一下嘛 去查一下就知道嘛 或分点K线的那个App嘛 CMoney的嘛 现在赔多少 108万啦 108万 其实比我想象中赔得快 我没想到载券可以赔那么快 来 给你看 可是我就是笑着 我跟你讲喔 我是笑 因为我现在困扰 我老实跟你讲 我现在台湾50 那时候我已经有 那时候不是都有砸6000万吗 对 我其实那时候我算过 1 等到1万点的时候 我会砸 就已经6000万我会砸更多 我会shall hand shall hand 我会shall hand喔 就是我会砸更大笔喔 就all in 所以那时候all in 所以我现在想 我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要all in 我在想什么时候要接啊 我在想 我不是说我那时候就是最多 我这个赛券一天不最多加码两次吗 对嘛 我在想什么可以赔那么快 我想什么时候要加码 我现在在想这件事情 所以我比较困惑 因为我没有那么熟悉 他啦 在这还不熟悉 跟台湾50有差啦 是 所以昨天晚上有人讲说 他宁愿整整买台湾50 然后跟着我进场 的确他讲对了 可是我会去算一下 我会去算一下 最大的几率在哪边利益值 其实现在就差不多了 那没有关系 那我也觉得 我觉得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那现在是因为可能中国各个国家都要 坚持他们的汇率 像美国抛售啊 最近新闻又抛售啦 又抛售美国债啊 就是对又发行新的 不是不是我想是中国啦 中国 对对对 没关系注意听 中国 因为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 持有美国公债的国家 第一大是日本 那所以他现在抛售 为什么要抛售 我丢了美债我才有美元 有美元我才能护盘我的 怎么样 人民币啊 因为你要把人民币换成美金的时候我可以给你啊 甚至我可以丢美元啊 你懂不懂是吧 互助人民币 所以现在等于中国景气不好 可是如果渡过这难关呢 美债就会上去 因为他就不会卖了 我总不能守边一个美债都不行 是 你听懂吗 这是这种人的逻辑 来 所以这些逻辑 先不重要 美国公债 有美元保单的 有美元储蓄选的 有定存的 有活存的 我统统一律 都建议你买美国公债ETF 听懂吗 不是把资源的钱换进美国公债ETF 你会谢谢我 两年后你会变成 责粉 就是责粉 真的你会谢谢我你会爱死我 就像我今天你看看一下 这个聊天室有没有看到 刚才在这个 非凡啦 几千人在看他直播聊天室 已经像台积电的法说会了 你看 台积电Q3自成营收比资58% 非凡新闻的对 有九十几万的订阅者 有两千多人在看那个 现在直播人数也变少了 诶怎么这么少了 大家不相信台积电的 是 你看我直接来 我就写文章对不对 没有像新闻说的会下降 有没有我这样讲对不对 前面还要写一些文章 郭狂来了 郭狂来了 最狂的分音师嘛 资本没有在下修 喷 怎样 我的神 泽泽来了 泽泽出现了 相信泽泽 不会啦就是在吐槽我 不会怎么样 泽泽 笑 相信泽泽 我大神居 这不一样 这不是在雕过 可是你看 大雕都是我泽本 你看我没有影响力 你要找任何影响力的分音师啊 这才是真正的影响力 投资票你同样的汇费你花几万块 你不找 同样的钱你要找最多研究团队的人 有 要吗 要 要啊 要的 你要不要找最有影响力的分音师 要的 要啊 你看我一发言是不是就有了 是啊 然后这个这张图啊 第二张图来 第二张图来看一下 看一下喔 第二张图也是一样嘛 这都讲在前面 这边 你看这也是非凡没错吧 对 啊刚才是白色底像黑色底你知道什么吗 为什么 研究团队另外一个人 我会像别人一样说研究团队就一个人都没有 研究团队太多人了 不好意思 大家习惯 这男人 刚才是白色底嘛 像黑色底因为不同的电脑 好 有没有 折折基点开播 等折折开播我就闪了 折豪 我爱你们 好不好 你看 忠诚粉丝 我直接 这是我的图片 点击就知道二十几万人嘛 我怎么讲 毛利符合外资预期 第四季营收比外资预期好 所以副台纸拉 就是这么简单 简单的 法说不需要讲其他的 还有资本 资本支出居然没有下滑 对 就这么简单 这是我的结论 其实你都不用看了 所以你要找个分析师 找比较认真的 诶 诶 诶 这没在休息 你看我录影时期就知道没在休息的 我连都去插花非凡的 非凡的 我也不需要打广告 2000多人 他其实没有我人多 没有比较厉害的 没有比较多啦 没有比较多啦 总订阅人数当然比较多 非凡新闻 可是问题是我一个个人频道可以二几万 对 所以你要是真的红的分析师 你要真的红的分析师 居然 昨天 那个陈彦我不知道他有赖给我 他说已经有人在讨论 节目他要上节目讨论我 别的节目讨论我 只能买美国公寨ETF是不是对的 对 他有建议我们做这个题目 蛤 他有建议我们教学单元来做这个题目 做这个 我是拒绝的 为什么不做这个题目 对 为什么不想做这个题目 他说做我为什么买美国公寨ETF 对 你知道我不是有拒绝吗 为什么拒绝 很简单一个原因吗 你忘记了吗 你觉得为什么我会拒绝 不想那个吗 你说啊 你猜啊 你觉得为什么我会拒绝 已经不用 再宣传了 这个是重要的是 我郭总在福利社的角色是什么 就是其实 投资长做这个节目其实是为了 就是 更多的 更多的多元意见 对吧 你为什么不直接讲原因就好了 为什么 可以直接讲 当然就直接讲 就是可以帮助其他 其他的老师啊 我觉得我重点是 我可以帮助其他人 重点不是在我 你看看他很怕我讲 怕讲多话 这是重点 这也没 read的 你听就知道 你看他反应就知道 我觉得有时候成功不必在我 所以如果摩托投顾 其他老师有看我经验就知道 你看他反应就知道 我们不会做这种 我不会在福利社去promote我自己 所以我有时候花很多 那是怕尴尬 所以 我的人就是这样子就是 包含 台湾 台湾50也好 然后再捐ETF也好 其实 我有沒有多赚少赚 I don't care 真的 因为我赚到钱 我还是会再捐出一次 我还是捐出这部分 如果这次 500万 我预计 至少500万以上 赚500万以上 赚了500万以上 我至少也会捐100万 再捐给那些基金会 或者你们觉得哪些基金会比较好 我是跟你讲 我的动力来源是这边的 不然我没有去在乎那个钱 真的我没有在乎钱 如果我在乎那个 钱我在乎那么计较的话 我也说过 我也不做福利社的节目 因为太累了 每天礼拜六要跟你们开会 然后念你们几句 我也好烦 对 然后你好烦 对不对 你有家人要处理 对不对 每天都要开会 假日要开会两三次 对不对 我们都边开车 有时候我在开车 有时候你在 高速公路上 对 是不是 都等要开会 这都是实在的 好 我讲说泽泽有影响力 同样的钱你要找一个有影响力的分析师 没错吧 同样的钱你要找一个 预期在前面的分析师 韩国股市跌1.87% 台湾股市反而涨 对 因为我说过 因为昨天是什么 结算日 这个要天生盘感 这个盘感是因为你自己 去了解 为什么今天跌 然后就逻辑 这个天生盘感 这个你学不起来了 所以你钱你要花在我身上 这是实在 我有本事跟你讲 而且 没有人向我那么过重 你同样的几万块未费 因为你找一个 偶出现偶不出现的老师 那跟一个每天就在风子一样 有时候非凡也看到他 非凡新闻我是没上其他节目 我上我自己节目就好 每一个月录100集影片 我要算给你看吗 直播版 像直播版 字幕版有字幕一字幕版 这个是字幕版监制 60秒 福利社 24天 一个月24天 乘上4天就96天了 96集了 在 周末每周一集的爆爆爆100集 对 你看 分析师这样像风子一样 那就算了还要选择标股 对 这就是天生的盘感 没有盘感这个符合不了这些压力了 所以你看 昨天 今天韩国股是跌台股展 因为我预告在前面 你要看哪个老师 在 非凡留个言 他像 风子一样 大家都说 哇 哲哲哲很好 因为哲哲知道 大家知道我这男人 哪有人赔100万我笑出来 有没有 我笑 对啊 好像你很快一样 我希望不要赔是最好 可是 比想说赔的 快一点点 美国股再可以跌那么快 3.64% 可是我现在在想的是加码 是吧 这个我都希望你们 真的赚到钱 为什么我希望你们真的赚到钱 因为我讲的前面是说 我希望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开心的是 我有影响力 而且我的影响力是发自内心的 你们真的相信我 是啊 我说过 傻瓜才会 你刚才说元大 怎么样一个规模是1100亿 一个差不多400多亿 459亿 459亿 一个1100亿嘛 一个459亿 差了一倍 快两倍了 对 然后溢加一个0.4% 一个1.7% 我说我3000万砸下去 我马上赔50万 我是傻瓜嘛 好贵喔 所以我买谁 买元 国泰 买国泰的 不买最大元大 对不对 最大是元大嘛对不对 结果你看 就是现在怎么样 我一买以后怎么样 成交量就变了 你看本来元大 这边看就知道 元大本来谁比较大 我看一下 元大 对本来是元大 本来是元大都多个1万张嘛 多个6000张 多个1万张 多个几千张 多个1万张 你知道吗 平均大概多1万张 只能买进后 你昨天前天你还可以说是因为除全息 要参与 参与除全息 687B嘛 对对对 结果不是 为什么 因为这几天包含今天每天都多他几万张 2万张 对啊 本来 本来数人家1万张的成交量 结果郭泽隆买进00687B以后 国泰 反而 超车了 超车还超2万张 对啊 2万张 真的很多啊 2万张 投资没有几千万的资金 一张大概就差不多快3万块嘛 对 是不是 很没有6000万 每天都有多6000万 一来一晚等于差3万张 每天有一亿多的资金 是相信我 买的00687B 不相信00679B 等于一来一晚每天差1、2、1、2、1 我是不是寒所会结冻 你看成交量就骗不了人嘛 自己看啊不相信我们再看一下 来 00687 我讲的是说 我开心 因为你要分中短期 00679 元大美在20年嘛对不对 对 你看这几天对不对 没有错吧 这个是2万1 这个量嘛对不对 你看嘛对不对 这量嘛对不对 你看你可不可以请助理看这个量 做个 做个上下对照 好不好 加K线 这样子能看到 今天多少 之前是多少 之前动辄多少 之前动辄 这边我给他用一下 这边有量 这边有 之前有多少 8万张啊 哇 6万张啊 这几天对不对 你看才3万张啊 2万张啊 对不对 没错啊之前有7、8万张 这2万张跟3万张 2、3万张算多少对不对 没错吧 对啊 之前7、8万张嘛 没错吧 这8万张 这边有写 8万张没看到 对 这是00679B 那00687 B 你看就知道啊 3天 有没有超过5万 对啊 超过5万了 我刚才3万多张 之前有没有8万张 我之前没有啊 之前没有啊 之前最多好 4万张欸 他8万张的时候 他还4万张欸 对啊 今天要赢他 就整个破底 重点是两个都破底啊 是 同样的汇费你要不要花在 刀口上 这取决于你 真的 好不好 你去买 国泰美债ETF 你以后谢谢我 要注意一下 可是被我买一买 昨天变一价变1% 然后就不要买 大家要看一下 大家要看一下 好不好 今天一价又回来了 好不好 那好 今天这个讲了23分钟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国泰美债的代言人 我没收代言费喔 说什么 我为了收代言费 然后赔100万 对 我没有收代言费喔 我们不需要赚那种钱 好不好 我觉得国泰应该要给你钱 谁 国泰应该要给你钱 我不赚代言费 赚小钱的 我不想赚 因为为什么不想赚 我也可以赚 我也不想赚 为什么 有些代言费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我讲出来的话是公正的 而且让你觉得我发自内心的 是 发自内心的 为什么我这个新闻大家那么轰动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发自内心的 没有人会砸钱之外 然后就为了让你提倡一些正确的事情 我真的希望你们把钱 让那些银行家赚钱 放在定存 放在美元储蓄钱 你要很开心 你赚2% 赚1% 你傻瓜他赚那个2%价差 他就可以赚到几十亿几百亿 你是搬了某种方面 是受险业 你某种方面 等于是你让资金更多 然后去让他们炒房 这样对吗 这样对吗 当然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他们炒房 是 必要之二 可是你可以 把钱自己花在自己刀口上 当然 他们 他们给你2% 其实你少赚了3% 1000万就差30万 是 1亿差300万 这很多钱 拜托拜托你平常去买菜 去买个像我一样可乐20块的不买 去买全联的排个队 花个8块 差个8块钱 会啊会计较 只要用个头毛就好了 好啦这个我不是 我不是要推荐美债 这个放久的好不好 你看我今天外资卖128亿还涨 不就是我讲的 因为结算后 昨天大跌所以今天涨 是 好 那我们要扯远了 我们再看一件事 2454年8科 今天为什么要涨 今天 为什么涨 要穿性高了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讲的太好希望 这样很多 你看两件事 我可以说是我是全台湾第一个 说ETF的 因为我在那时候 2007年2008年 我当分析师的时候 我就开始讲 0050 对 好多分析师嗆我 是喔 买什么台湾50 你收不到会员 你收不到会员 I打卡 我再过是年贵赚钱 为什么我本事越来越多 因为你们会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的股票赔钱 有 可是我还是可以让你们逆转胜 我们来看一个最经典的 我请问你一件事 我告诉你年发科 跟什么 跟这一个2449他有 什么异曲同工之妙谁 他说什么 晶圆电子 都是什么 晶圆电子跟年发科 都是什么成分股 都是00929的成分股 都是00929的成分股 对 都是00929的成分股 所以这一个 是00929的成分股 所以他今天散上去 创是不是算历史新高 什么叫历史新高 等于是说你这辈子在任何时间 买晶圆电子 你都赚钱 对 我管你什么时候 一定供或简讯 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以前讲过你的资源不是我的资源 我的资源也不是你的资源 可是这个时候 我的晶圆电子就是你的晶圆电子 你的晶圆电子就是我的晶圆电子 因为不论你什么时候买 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 对 都赚钱的 对啊 除非你下船了 对不对 对 ETF男人 我从ETF里面吃豆腐啊 00929我没有认同 可是你们喜欢越岳配 那我就吃你们的豆腐 那吃你豆腐的过程中 他就变成自我验证的螺旋了 他变成向上螺旋了 是 什么向上螺旋 因为很多人买 钱证怎么样 因为很多人买 所以 他也不得不买他的成分股 因为成分股一直被他拱上去 对 他的股价就越越高 00929越越高 而因为他的股价越越高的过程中 怎么样 又越来越多人申购 越来越多人申购以后 又太多钱了 他又去买他的股票 那他的ETF价格又上去了 就要自我验证螺旋 大概这个意思 是 就是向上那个螺旋 他那边 不断不断增下跌 就是一直往上推高的 是不是 这些逻辑我都告诉你 所以0929都讲很久 有 我吃他们豆腐 因为我懂ETF 你懂吗 因为我是真正懂股市 真正股市的天才是 什么都要会赚 你懂吗 你看我急我是不是跟你讲 对啊 我都事前讲 他事前讲 你知道为什么路上有的人会 会打我脸吗 那个10个里面9个都同意 因为他嫉妒摩尔 你为什么要嫉妒摩尔 你每天攻击摩尔 你不要不知道时候被我发现 但都会说你要想来摩尔 我就不让你来了 我跟你讲 好不好世界很小的 就干脆来嘛 我们有没有能力 你自己知道嘛 是不是 我们营收好很正常 因为 我们大家都很 叮金啊 好不好 这个都很正常 好不好 欢迎来嘛 是不是 攻击我没有用啦 好不好 因为为什么 因为到最后还是胜者为王 我是不是股市的赢家 一看就知道 好不好 好这个我也跟大家讲 成交量也是这样起雞皮疙瘩 是啊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对啊 成交量前后是不是差很多 这个 这个没有 这个不是巧合 这是真的 是真的 我一买以后 成交量 因为一买之后就逆转了 本来元大大于国泰 对 结果我买国泰的美债ETF 反而每天多他两万张 是啊 每天有一多的资金 相信我郭哲隆 我是不是寒手又解冻 你家嘴巴说我寒手又解冻 说我会员多 不如我秀个证据给你看就好了 是啊 是真的 来 00929的成分股 我也告诉大家 来那时候不是告诉大家吗 年发科吗 那我看一下助理是不是可有最新的 好 那应该不是 年发科 有啦 最新的是3.5 没关系差不多啦 刚才助理给我最新的 我懒得翻 反正前三大差不多一样 第一名年发科 第三名金元电子 是 00929前二十大承判股 我不是告诉你是标股吗 对啊 你看年发科 你看金元电 而且我告诉你我是亏钱造假 对 很多人攻击我 我什么 亏钱就亏钱啊 就支求对决 你要不要念一下 好 请 10月17号 星期二 请卖出剩下一半的 3231伪创 挂在95.3元卖出 伪创跟音业达出料的资金可以转入 2449金元电子 挂在83.1元买进 我所有的简讯会有没有收到这张简讯 我不都会有没有收到这张简讯 有 亏钱啊 我逆转胜啊 怎么逆转胜 你不是每天一直看我 你算看这些AI啊 今天 今天卫泽家直接讲的啊 AI够强 但不大 但不够 是 是主要靠3奈米 你懂不懂 看3奈米靠什么 靠苹果的订单 所以 这才是事实啊 所以请卖出剩下一半的3231伪创 你现在有AI你要来找我啊 因为是我第一个发扬官大什么AI变BI这个台词 AI是抢一整年啊 是啊 因为像抢的是什么 资源威胜啊 知老AI不行要买新AI而已啊 那我老AI出掉以后 因为已经很多人买资源威胜 我要换掉成晶圆电子 吃ETF的豆腐啊 对 吃00929 史上成长最快的ETF豆腐 买进晶圆电子 而且本来本义比也不会够高啊 而且真的值率够高 这是基优股啊 所以请卖出剩下一半的尾串 挂在95.3元 尾串跟Enerda出掉资金 卖怎么样 可以转入2449晶圆电子 挂在83.1元 可以买进 你看昨天是不是见到八字头了 哇 偽创是见八字头 对啊 偽创见八字头对不对 幸好真的 是不是 晶圆电子也见八字头 一个是向上见八字头 一个是向上见八了 一个是向下见八字头 是啊 你看今天好不容易拉起来了 昨天最低多少 昨天最低 87块 有用吗 我是卖得很漂亮 现在卖还是 还怎么样 相对还是卖得漂亮啊 是喔 相对这个价格 然后我去换掉晶圆电子 漂亮漂亮 漂亮 我秀的简讯是 不能造假 真的 我也不屑造假 你知道 什么样的人不敢执手对决吗 因为他知道他会成人输家 喔 两种人敢执手对决 敢真正秀最淡淡 真正的喔 我的简讯是 网路上讲的都是99%是假的 我敢讲假的 除非要照我这样做 你可以问他 你可不可以像哲哲一样 你就是要出出账号来 然后告诉我贵买中心的账号 那我又去查 然后查的时候 当下买 当下秀出来给我 是 你不要只是事后 我这边我账号你看到我今天要赚100万 我赚7万 你什么时候买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能今天展平才跟我讲你有买啊 对 不能今天展平才讲你有买啊 你听懂吗 懂 你看反而是我买了以后赔钱 我马上告诉你我赔多少 这种逆转是还叫厉害 对 不然那都造假 所以我要讲是 我就是实在的执手对决 什么样的人敢执手对决你知道吗 赢家 两种人 一种是极度自大 的人 然后不知道自己能力的人 你问那种是什么 那种虽然是自大 可是他有本事的人 你就是那种 你就是说不知道自己能力的人吗 你知道如果我每天一天我做过照 我赔 赔到破产 你们我看一辈子被人笑死了 我郭子宏不打没有把握的账 对啊 你记得这件事情 好 所以我要讲是说 今天展平才是穿得漂亮 漂亮 Bravo 来来来 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的 我们看一下直播 来 AI 过去了 老AI 过去了好不好 我一串大闹 投掌待能处置 对 直接讲 直接换手成功 我们看到 难念怎么看 难念要见比较弱一点 来 平常一言一行 对 不要只是看 哲哲的那个 就是我们聊天室 对 没有数字 没直播也是来聊天室陪大家 Coco 都会来聊天 有说也有我有来 Coco 因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个严厉的主管 对 他部分他热情 部分他被逼的 虽然我的晶圆电子进产时间一般般 也赚 每赚7元就一般般 你在炫耀我 这种行情 赚快10% 先生 Steven 炸狐诶 Steven 为何深得 折粉 喜欢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持久对决 谢谢你喔 关先生 谢谢你 谁没赔过钱 我有赔过钱啊 认错 换股操作 操作比较重要 对 信心好就 信心等下帮你一起好不好 只要不要忘记自己的债券配型 对喔 对喔 今天你没有赔那么多 真的 谢谢你 我只有赔80万而已 棒棒 谢谢你的提醒 只有赔80万我居然笑出来了 每赘8股利要再投入吗 我要再投入我是以千万为单位 好不好 没时间 好不好 我告诉你 实际上是要再投入啦 赞才能一直利滚利来 你懂不懂 那种股利那种发的那种债券 所以 有时候你去买高股息也蛮不好 因为有些人高股息的ETF 他不会再投入 也没时间投入 我没有时间 理论上是要 是 我没时间 哪有没有人逼我 我自愿的 他自愿的 自愿的 讲就是要听到喔 以后晚上他没有那个喔 一开始他自愿啦 我之后后面我要求他留言多一点啦 是啦 你看 他是说来华尔街留言 没关系 可可来可以按个赞 比开心 三五法则又腻埋 好不好 因为听投资产的吃豆腐 谢谢大家 谢谢投资产 谢谢你喔 整个是基督 对整个是基督自信的 可是自信站在 我自信是站在努力 努力 好不好 谢谢你 可是有些人自信他不了解他自己实力喔 我认识很多人是这样子喔 他觉得他有能力 他一直以为他可以那么高 我看过很多人失败是这个原因 可是其实跟他想像差太多了 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 可是我会每天 其实不管你说我在六六十跑步的时候 我每天第一个问我自己一件事情 明天的我会不会成功 明天的我会不会成功 真的我每天都跑步自己 我什么失败的地方 我什么自大的地方 有时候自大有时候是节目需求 说好说我觉得 因为越讲越嗨 你会觉得大家不是对手 如果每天看说 我这个 那个台湾五十赚 1000多万而已 就没feu吗 这样没有feu 对嘛 好不好 这个没办法 有时候节目效果也有 还有部分我但是 但是我从老大大就 对自己 智商还蛮有信心的啦 对啊 这应该是 有没有 头脑不好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好不好 好 口口挖道给自己跳 不会啦我不会因为这样生气 我不会因为这样生气 你们问他 我们开会的时候 我虽然常常有时候会惦大家 可是 你们讲对的事情我反而会 是啊 我反而会怎么样你说 对我会接受 就是我们如果有讲对的事情 我们是可以讨论的啦 对啦 对 我讲 你们讲错我会惦 可是你们讲 我讲错了 我有什么真正错误会你们的 我会跟你说不好意思 对啊对啊 我是这种人 不然 不然开会干嘛开 那我自己开就好啦 我当然希望你们的想法 是啊 这星星还有旧吗 这就比任何人认真努力 当然是啊 有有年轻有开干敢 开满有有有有 可是我现在不能跟你建议啊 因为你100个人 里面你有两个人 悟性然后赔光光的 就不行啊 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对 第一个那是 自大 那时候真的叫自大 自满 后来发现是运气好 那时候我做全证 一开始赔得很惨 后来有撞到几百万 三千万 可是后来我 结论一句话 他叫运气好 我就不完全证了 现在当然可以玩啦 可是有些人就变小钱了 很麻烦好不好 过两千人明天跌跌跌 今天直播人这两千人 今天有超过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要怪 因为你们喜欢我赔钱 我有做过研究 真的吗 是因为这个标题来的 对对对 明天赔个150万 赚到 赔了钱赚到点阅率 都不知道有没有划算 是 好不好 好啦 就跟你讲说今天很漂亮吧 好啦不要推荐到美债 那一天我不要乱买啦 那是闲钱买啦 股票还是要买这个 比较快啦 金元电子 你看一下就10%了 我可能两年才赚10%而已 真的 金元电子我算出掉 赚金元电子 好什么 恭喜怎么样 恭喜2449金元电子 股价上涨超过4% 收盘价再创历史新高 00929规模已经达到887亿 我持续看好 手上持股获利虚报 我之前讲 对不对 不要看美债 我那个只是为了节目而已 我又怕无聊 明天这么大 那么喜欢 30%还是为了赚钱 我开始讲真正的 我讲实在话 是啊 来 增加电子来 现在几分了 好赶快赶快 今天赶快讲股票 不行 恭喜 6732 增加电子 上涨 快3% 股价再创18个多月新高 手上持股 获利虚报 特工会员 我做两种会员 你别担心 两种简讯 对 我要更正 之前还有AI强权特工队 我要更正 我要更正 怕讲错话 因为最近有新增一个AI强权特工队 就跟大家讲 AI强权特工队 其实现在有些简讯 如果没记错的话 增加电子我不敢确定 三种 不然特工会员 原本是两种 现在多一种 AI强权特工队 对AI强权特工队 好不好 所以我现在只有三种简讯会员 好不好 特工会员是买的 讲得很清楚 是 这个我都不会造假啦 有时候不小心讲错话 来 3037 我们赶快看一下 好 怎么看 这个现行真的蛮丑的 怎么买 我会建议要买 因为这个跌下没有跌止性 可是它没有涨很多 你不担心 我觉得要买在 140几元的时候买 很快啊 这跌个十几块的话 是比较好的加码点 是 好不好 现在不要马上买 好不好 现在不要马上买 今天至少有止跌 所以没有什么不好 8046蓝电 蓝电的话 都没有涨过 所以蓝电 所以 某种方面星星 到140几元的时候 有可能蓝电才刚好到什么 多少元你知道吗 到270元 220元的时候 225附近 可以 我认为可以稍微用力加码一点点 可是一切以我会员简讯为主 现在现行不好看 你不要现在马上加码 你现在马上加码 之前有的也不用担心 是要找个点位 对 星星现在加码你不觉得现行就很像伪串吗 对啊 你会不知道 结论在哪边 你会烦 你懂吗 你在哪里 你不知道结论在哪边 所以不要急 好不好 不要急 好 左侧交易不是每一档股票适合左侧交易 什么要左侧交易 就是说股票跌的时候 画面给我 股票跌的时候对不对 ETF是这样 股票跌的时候 几分了 不行 股票跌的时候 在这边买 在这边买 所以ETF有些 下跌过程买 那有些股票 不是全值股股票 是在 确定的 突破第一根的时候买 确定在买 那债券ETF是可以越跌越买 台湾50也是一样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的 好不好 这是一样 所以 过程不一样 逻辑不一样好不好 最近这几年也是好多人讲 什么左侧交易 右侧交易 以前没人在讲 不是我把这个名词发扬光大 对啊 来 真的啦 同样的钱 你要不要找 最认真的分离师 你看都虐待他们 就讲37分了 我一直在他们打字 互聚都要借他们了 我跟你讲 是 好啦 好 来 6531 爱普 那个 一天要打 几个字啊 如果是我的节目 一万几个 多少字啊 一万 好像超过两万字了 超过两万字打字 你溜不溜溜在他 我讲话速度又快 对啊 要打很多字 请你喝个饮料啦 好不好 谢谢你 讲话大声一点 我怕他们听不到 他们觉得我小气 好啦 可是他们在心里想说 投资产我没有想喝喝饮料 你可以少字 少打一点 不要浪费他们时间了啦 爱普 这个也是这样 拉回我要加码 好不好 新AI不要怕 资源也不要怕 资源如果这个回到300元 我认为这次不会回到300元 我这次反而可能300多一点 如果有时间加码我会加码 不要那么多秘密 那个会员会生气啦 好不好 这个你去想一下 你要怎样分医师 好不好 台积电明天要喷 不要说我没说 好不好 中华也是不错 不过很显然的 重点还是怎么样 还是新AI 还有2449 晶元电池 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这些 联法哥 不都自我的股票 不都0099 这我想出来的 我们第一个想出来的 我们福利社两个月前就在做这个东西 他也才三四个月而已 是不是 这个福利社可以找 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讲 恭喜简讯来 恭喜生家电子 上涨快3%了 股价算18个月新高 等于这18个月都赚钱 晶元电子 创历史新高 创持股获利续报 重点晶元电子是把伪创 伪创营业打 剩下一半 你明明说我还有一半 有些人攻击我 我就不在乎 我就是40个人说 换成墙的晶元电子 你看 漂亮一个还在破底 一个上涨 创新高 漂亮 创历史新高 你想想看你要讲分析师 我还没讲微盛赚 赚35%啊 是不是 前几天要怎么样 赚怎么样 还赚又赚33% 还没讲资源赚50% 然后怎么样 然后资源 还要再赚30% 是不是 赚20% 30% 讲不完啦 所以欢迎来听下行 08066 8085 080来来 记得 同样的会费 你要不要交给最认真 最努力的 发自内心 希望你偶尔也跌得八字 就像债券银天赚 赚钱我 原工价买的比我费 发自内心 希望你们赚钱 你看出来我像我是真的 我喜欢你 我希望你赚的比我还多 预祝各个人能够赚大钱 谢贵 其实呢 股票操作要获利啊 最重要的就是要克服自己的情绪 投资长呢 花了3000万买美债ETF 面对这个股价的波动 你看他今天赔了100多万 还是再次印证了 他的沉稳跟老链 还有他的三无法则 来全股的股票呢 哇也是获利的保证哦 像昨天微信那根大黑K 根本就没受伤 而他的带着会员 换股操作 转进了身家电子跟晶圆电子 股价今天都创高了 有进场的会员啊 通通大赚钱 现在面对第四季 最好赚的时候 还有接下来的选举行情 你还在等什么呢 来要加入行列的话 赶快电话拨起来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们等你哦 观众朋友注意哦 最近大变盛行哦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除此外 都不是哦 LINE小组 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178 注意哦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偷偷假冒 只有这三个账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 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